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会游泳 但是这个圈就对你不适合吧 对 不然的话我建议一个地方 不会游泳的人在那里也不会被淹死的 是怎样的地方 有 这个地方叫做瓷海 好 你看看刚才老师的一身装扮 完全是夏威夷的风格 让我很想去海边到处去旅行了 好 我们欢迎来自森美兰州的老师张俊荣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可能可以过来这边 老师你打了两剂疫苗吗 已经打了 已经打了 那我们可以去兰卡威那边了对不对 对 可以去兰卡威 不错的建议 对 老师你来自森美兰州 那边也有波德森海滩 对 我的森里很美 对 所以说到我们现在旅游已经是开始开放了 就是兰卡威那边可以去了 但是还是要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对吧老师 是的 明白了 对 就包括我们看 我们要戴口罩 那接下来老师 我们还另外一部曲要做的就是那个消毒双手 是 你看我跟老师的那个身体距离 也是有一段距离 超过一米多 可能老师可以来这边 好 对 老师 今天我们要上的课是跟死海有关对吧 对 对 这是怎样的一个文章 死海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 它有它的特征 它有它神奇的地方 那我待会就会告诉你们了 好啊 好啊 那除了老师来到现场呢 还有六位老师执教的同学 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线上这边 跟青天全马的观众一起上课 我们把六位小朋友给请出来 不是小朋友了 已经中医了 对吧 很可爱的小女生 小女生 嗨 哈喽 大家好 你们好 你们好 吃过午饭了吗 可以给老师回应一下吗 吃过午饭了吗 吃了 吃了 吃得太饱了 好 来 我们请六位同学 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来 一个一个来 好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电视前的观众大家好 好 我是中俄安队班的陈宁明 我喜欢华文 因为我的华文老师上课 生动有趣 而且华文让我知道了很多历史故事 让我受益不浅 很有趣 刚才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第二位呢 主持人张老师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佳轩来自中俄安队班 我喜欢华文 因为华文承载着我们华文 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与精神 其次它也是我们的母语 对 对 他又是一位学长是什么了 你看对不对 对 他是学长 学长 学长好 来 第三位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中俄安队班的罗文静 我喜欢华文 因为华文特文的内容丰富 让我体会到了很多人生大道理 并且增加我的知识 嗯 增加了你的知识对不对 好 来 我们接下来这位呢 第四位了 主持人大家好 主持人张老师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俄安队班的林姓 我喜欢华文课 因为我能够透过自己的母语 对中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嗯 对 我中学的时候也是有学中文 来 接下来呢 主持人张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俄安队班的陈柔依 我喜欢上华文课 因为华文就如一个时光机 带由我们穿越到古代 了解当代的风土人情 嗯 老师 她们这一批应该就是没有考UPSR的 是吧 对 对 对 我就直接上去中医了 是 生中医的 好 少了一个毕业典礼的那个回忆 对吧 朋友们 有一点点遗憾 对吧 来 老师 我们继续上课吧 好不好 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啊 还没自我介绍 我喜欢华文 因为华文是我的母语 而且华文也很有趣 是 对不起 我少了 因为自我介绍 好 六位都已经自我介绍了 对 所以老师 来我们说说 今天我们的教学目的 好吗 简单地说一下 好 今天我要教的是一篇的说明文 说明文 然后这篇的文章非常有趣 那我也请同学们注意了 这是在他们的中医的中文课文里面 谢谢老师 来 我们可以开始上课 好 同学们 今天我计划要带大家一起去海边旅游 包括微微姐姐也要一起去 但是条件就是 你们必须要答对老师的两道题目 好不好 我们来看第一道的题目 好 看到这美丽的海边 同学们 你能够说一说吗 我国还有什么地方有美丽的海边呢 哎哟 你们去过哪一个海边呢 来 同学们 快快了 尹尹 你先开始 老师 我来回答 我来自深美兰州 我知道深美兰州有美丽的海边 就是波德森海边 波德森海边 波德森海边 我也去过 还有呢 嘉轩 对 好 第三位呢 文静 老师 我爸爸曾经带过我们去槟城的海边 叫巴都丁怡 对 巴都丁怡 好美的海边 对 还有呢 晶云 晶云 老师 我知道 有一个叫直落坚不辣的海边 我没有去过 只是在报纸上看过它的照片而已 对 在东海岸观担的 德罗坚那边 好 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柔衣呢 老师 我也知道 我国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岛屿 那就是热浪岛 热浪岛 热浪岛 太好了 我很喜欢那边 夏日摸摸茶 对 就是在那边取景的 好 我们还有一位同学还没告诉我答案 来 瑞欣 对 我们也不忘记 沙劳岛也有好多的海边 好 你们都答得很好 我们再看第二道的题目 第二道的题目呢 同学们要说一说 到底马来西亚的海边有什么特色 毕竟这是一篇的说明文 要谈谈特色 来 同学们 请听听你们怎么说 来 瑞欣先开始吧 瑞欣先开始吧 瑞欣的海边有洁白又细软的沙滩 沙滩 漂亮的沙滩 是 干净的 还有呢 此外 清澈的海水 对 还有呢 老师 我国的海边也有很多可爱的生物 对啊 很可爱的生物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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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日出日落 你们都答得很好 老师很想带你去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们会游泳吗 你们会游泳吗 是不是跟薇薇一样 不会游泳 我看他们的样子跟这个薇薇姐姐一样的问题 好吧 好吧 暂时这几个地方呢 老师要等待你们先学会游泳才带你们去 不过今天呢 会去一个地方 不会游泳 也可以浮在水面上 是喔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来看一幅图片 好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人多么地享受 在沙滩上 在水上浮着看书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反应呢 老师 他们有救生圈的喔 就这样子浮起来 对 可以啊 可以喔 老师 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 对啊 你不相信吗 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好玩 是喔 哪里啊 老师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死海 那么同学们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广告之前呢 我要你们先去阅读一下这篇 死海不死 综艺的科文 好 薇薇 是 到底死海在哪里呢 它有什么特别呢 为什么啊 浮起来的呢 不下沉的呢 好 我们广告回来呢 马上去看一看 了解多一点这个地方 Hola 姐姐姐 广告之前我们就跟大家一直不断地提起说 世界上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里如果是你不会游泳的话 也不用怕因为你不会下沉到水底 你会浮在海面上的 而且这个地方它是没有鱼虾 没有海草没有生物的 这个地方叫死海 老师是吧 对 死海 来 我们请老师多给我们解说 好 谢谢薇薇 好 现在下来要跟大家来谈谈的 就是这个课文 是一篇中医的课文 然后在单元十一的科学世界 然后题名叫死海不死 然后这篇文章是一位中国的作家 叫刘斌为我们写的 好 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位刘斌是谁呢 好 刘斌呢 他其实在中国很多人都称他是一个科学文化人 他本身也有很深的这个科学的背景 是一位的科学实理论家 那么他现在也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教授 所以由一位科学这么擅长的人 又是文化的人来写这篇文章 特别有一种的味道 好了 那我们这时候来看一看 到底这篇文章死海不死 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呢 我们看它是一篇的说明文 既然是说明文的话 它会介绍我们关于一道实海 而且它的论据啊 它的论证啊 都会以科学的角度来论书 那么同学们 在我们还要认识一篇的说明文 不要忘记 我们要符合几个说明文的要素 这里老师就提出三点 第一 那么这个课文呢 它的内容必须要有严密性的 第二呢 它必须要有很有条理的去分明 条理性的 那么第三呢 更重要就是它的语言不可以随便 那么必须要符合科学 语言必须要准确性 好了吗 同学们 刚才你们已经读过了文章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进入这一篇的文章里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 这篇文章其实有八段 然后其实我们分析出来看的话 主要指到三个主要的内容 第一 它会谈到的就是特征 那么有什么特征呢 跟马来西亚的这些美丽的海边比较 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二 为什么死海的情况 刚才薇薇也告诉我们这么奇怪 然后不会沉进去海里面 它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这篇文章刘斌写得特别好 它带我们就是看到现在的死海 未来的死海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变迁 好吗 同学们 你们准备的话 老师就要提问了 来 哪一段的文章里面有谈到死海的特征 来 我们请一位同学 老师 我来 好 你说 银莹答得很好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谈到的是特征 那么关于成音呢 有哪一位同学要尝试回答 老师 我来回答 好 你说 文章的第四、五、六段 第四、第五、第六段 谈到的就是死海的成因 还有最后的变迁呢 同学们 老师,我来 好,你说 死海的变迁在文章的第七和第八段 你们都看得很清楚 分析得很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诸段 诸段来进去里面的分析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跑了 来,我们先进入的文章的第一段 里面谈到的就是特征 特征 我看到同学们有很多异样 好像有问题要问老师 你说 是吗?来 老师 为什么它的名字这么特别呢? 一般人都不喜欢死啊 对啊,信仪说 很多人都不喜欢死 为什么这个海的名字叫死海呢? 有没有哪一位同学能够告诉我呢? 老师,我来试试一下好吗? 罗姨,你说 文章第一段里说到 海里没有鱼虾,没有水草 所以好像死气沉沉 说得太好了,死气沉沉 一般的海水里面都有鱼虾,有海龟 我们刚才谈到有水草 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 罗姨能够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罗姨 因为那里的海水太浅了 不适合他们生活 对,罗姨说得太好了 太咸了,鱼不能够生存了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里面也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死海的特征 有哪一位同学要谈一谈呢? 可以看到同学们好像有一些特别的样子 你们要发问吗? 有吗?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 这个海水的浮力很大 同学们该谈到的 关于这个浮力很大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吗? 为什么会有问题? 对,盈盈你说 老师,请问是什么原因 人可以轻易不在水院呢? 还是你朋友怪物吃着它? 也要怪 盈盈,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里面有水怪吗? 是吗? 里面有水怪 把它拖起来 把它拖起来吗? 不是啦,不是 其实老师待会会告诉同学们 因为它里面的盐分太高了 它的水非常的咸 好看 待会老师会通过一个实验告诉大家 来 佳萱,你有什么要说吗? 是,我也懂了 这篇文章叫死海不死 就是因为在这里游泳 不会被淹死 然后佳萱说得很好 死海不死这个课文 是因为你怎么样成都不会死 福利太强了 答得太好了 好,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插段 告诉我们有一个传说 你们喜欢听故事吗? 喜欢 大家都点头 老师就说一说吧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 欢迎到这个福利 还有一段这样的传说 据说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 在罗马的地方一个统帅 就等将军叫做迪度 他当时带领了军队去到攻打耶路撒冷 这一个多个宗教的圣城 然后在那里他碰到一件事情 然后他就抓了当地很多的这些俘虏 所以俘虏有些就很强壮 就征用他们来做努力 可是有一些那些妇女小孩子怎么样 所以要处理他很麻烦 就把他丢进石海里面 我们来看到这些抓来的俘虏 要丢进石海里面 把他丢进去里面 他以为一干二净 就是解决了 他们都会死在里面 哪知道那些人都在佛起来 都在佛起来 然后安然无恙 然后被海浪吹 推到这一个海岸边 这个统帅真大眼睛 怎么办会这样的呢 我不相信 再丢进去 还是这样回来 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 难道这个海是有神灵祷佑吗 所以这么特别的 同学们 你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来 觉得有可能吗 这个传说 有 同学们 哈哈老师 这位统帅没有科学知识 不然他就不会这么迷戏 那么文静说得很好 他没有科学的知识 今天你们就相信了 倒是在2000年的时候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 好了 同学们 看了关于这个特征之后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因 好 那么在还没有看成因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到底为什么要安插了这个传说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个手法吸引你们吗 来 老师要听听 老师 我想试一试 好 欣盈你说 好多故事可以让内容更生动更有趣 哇 对啊 好生 那么很有趣又生动 还有呢 柔依 老师 我也来试一试好吗 你说 你说 如此之外 这也能吸引读者继续阅读 对啊 你们也有兴趣继续地探讨下去 当然更重要就是 它里面还有一层神秘感 增加了这个十海的神秘感 好了 我们继续再看 第二个主要的内容 谈到的就是成因 好 大家来看看这一幅的图片 关于成因 然后我们看到 这里呢 我们看到 为什么它的海水浮力这么大呢 大家知道吗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 盐 对 我们来看一幅的图片 这就是盐 好 这就是盐 那么盐 为什么会使到它的浮力这么大呢 是因为 科学说 是因为海水的咸度很高 好 同学们 你们能够告诉我 到底十海的这个咸度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 因为有很多的矿物质 里面有好多的盐 好 同学们 我们来了解一下 科普一下 来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成分 然后为什么这么多元 那这篇文章里面告诉我们 有三大的 这个主要的成分 第一呢 我们来学学一些科学的名词 第一个叫氧化钠 英文称为 sodium oxide 然后据说在里面有 135.46亿吨 好多啊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还看到还有什么呢 它还有氧化钙 calcium oxide 也有63.7亿吨 好多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氧化钙 氧化钙 potassium oxide 也有20亿 这么多 哇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 这是什么来的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还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来 请 我看到 我看到瑞兴好像要问我 有示威问题 对 你说 这些氧化钙 氧化钙 还有氧化钙 是什么来的 对啊 其实老师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科普查看的这个书 他告诉我 其实氧化钙就是我们食盐 我们吃的这个盐分里面的成分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盐可以拿来吃 接着下来这个氧化钙 它本身是一种没有 是一种有颜色的白色的这个固体 然后主要这个氧化钙 用于在这个造子工业 然后在建筑 以及在这个医药上是有用处的 然后氧化钙主要是在这个 它是没有颜色的 它特别是在这个农业 它在医学上是有用处的 好 我相信科学老师能够给你们更好的指示 我们再来看 除了这三种之外的缘分 它还有两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然后一个叫做锈 然后英文叫bromine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锈 锈呢 其实这个叫锈 它是一种液体 它是一个非金属 它是一个液体来的 然后它的味道非常的重 那么有什么用处呢 主要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像底片 底片以前是用这个锈所做成的 然后今天人家在做这个镇晶剂 里面也有少许的这个锈的成分 好 当然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里面 它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叫做 酸酸酸 然后什么酸 它是一个好像银色的这个固体 这样 然后这也是对于在这农业 然后在这个医学里面是有用处的 好 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 这一个五种的这个矿物质 非常的特别 对 这一面海好特别 里面有很多的盐分 然后盐分里面 还有分很多其他的成分 而且据说这个海水 这个盐分要占海水的一定的成分 才能够让人浮起来 可能这个部分 我们稍后请老师再给我们解说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究竟死海这个盐分 它的成分究竟要多高 才能够让人不会下沉呢 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解说一下 好 谢谢薇薇 然后刚才我们谈到死海里面有非常多的盐分 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到底里面的盐分有多少呢 好 我们看到我们只知道 死海的缘分是特别高 到底有高了又多少呢 好 同学们 到你们了 能够有谁能够告诉我 到底死海的缘分高了多少倍呢 老师 我来回答 好 你说 根据课文 大约23百分比至25百分比 有23百分比到25百分比 换一句话说 一般的海水都是咸的 都是咸的 而这个死海的海水比一般的海水高了将近8.6倍 8.6倍 这是根据科学的选择 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的盐分会使这个人在水里面浮起来呢 好 想不想知道呢 同学们 我们看到这个人真的吸引了大家 能够浮在水上看书多么的兴奋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老师觉得要解释非常难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个试验好不好 好 这里老师预备了两种的水 第一个是清水 清水 这个是盐水 加了很多盐在里面 加了很多盐 然后这个我加了六汤匙的盐在里头 很咸 这样 我就没有试喝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如果这里我也准备了两粒的鸡蛋 那么我们就来看 当我把鸡蛋投入在清水 什么情况会发生 你看 它沉下去了 它沉下去了 是 浮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盐水又怎么样 还是一粒的鸡蛋 然后我把它放下去 你看 它浮了起来 为什么会浮了起来呢 因为这个海水 盐水的密度 密度跟鸡蛋的密度哪一个高 海水的密度高 所以鸡蛋的密度比较没这么高 所以它能够浮起来 好 同学们从这试验里面 你们能够告诉老师什么样的原理呢 为什么人能够浮在水面上呢 它跟密度有关 是吧 对 它跟密度有关 来 同学们 请你们回答 老师 老师 我了解了 因为盐分高 所以海水的密度大于人体 因此人体才能浮在水中 对 佳萱说的对 我们人的密度跟海水的密度 海水的密度比较高 所以它能够浮在上面的 好神奇 真的 这就是密度的关系 人可以轻易浮在海面上 好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成因 接下来我们也想知道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到底会有这什么样形成的 老师准备了一幅的图片 我们来看看 这里我们会看到有耶路撒冷 耶诞跟巴勒斯坦 其实这一块的地是一个科学 叫做东非大裂谷 然后这是处于东非大裂谷的最北部 然后地壳裂开了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名称为死海 其实不是海 它是一个湖来的 是一个咸水湖 然后这咸水湖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我们看 其实它是在海拔低下430米 可以说是全世界一个最低的地方 然后这个陆地两岸 但在这个湖边的这一块地 有人称为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 然后离开海拔大概有430米 然后这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形成了这个大裂谷 它这么低 好了我们看到底水从哪里来呢 其实它是从月旦河里面流进来 而这个月旦河有里面很多的矿物质 然后就流到海里面 由于它这么低流进来 水就不会再流出去了 所以矿物质就非常的多 可是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的缘分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处于西亚的沙漠地带 然后也属于地中海气候 所以天气非常的炎日 雨水也非常的少 所以水的蒸发是非常的快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湖其实是长形的 然后从南到北大概是75公里 然后宽度有些是5公里 有些是16公里 然后水深有些是140米 有些是达到400米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天气太热了 天气太热了 所以水的蒸发是快过 快过输尽的水 所以就造成有这么多的东西 可以沉淀了下来 这是科学的理论 老师只能够从地理科学联合 从这个角度去看 同学们能够明白吗 好了 我们刚才听了神话故事 然后在这一段也有一个神话故事 不过这一回张老师就不讲了 我要听听同学们来说 好吗 请问你们当中谁愿意试一试呢 来 跟我说说故事 好 文静举手 来 文静请你说 老师 我来试一试 好 你说 据说十海附近原本是一片陆地 后来人类犯罪 先知鲁特特别去劝他们悔改 但是他们不听 最后上帝把这一片土地变成了汪洋大海 变成了汪洋大海 那么当然这个鲁特的太太又怎么样了呢 老师我想补充 好 欣盈你说 鲁特的太太 因为好奇 后头遗忘 结果就变成了石头人 就变成了石头人 就是我们图画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石头人 然后其实这一段古老的传说 其实是启至圣经 圣经的创世纪里面也有谈到 不过不是鲁特 是罗德 那么这一段的圣经 其实我们在今天 我们也不深入地去讨论 好了 我们再继续来看 然后这一篇的文章 其实也告诉我们今天的石海 然后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石海又是怎么样的呢 来 同学们 我要给大家来看一幅的图片 到底石海死了吗 来 大家看看这图片有什么感想 来 柔宜 你说 柔宜看到高级酒店了 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已经不同了 除了有工厂 因为有很多的画园可以做工厂 有游泳池 高级酒店 有游乐场 现在的石海已经变成了一个 旅游的胜地 我们大家都想去了 当然更重要的 它还可以用海水来治水 它里面海底还有一种的黑泥 据说这是一个上等的美容护护品 非常的特别 好了 我们来看看到底 石海死还是不死 来 我们来看看 死不死还是死 那么刘斌先生告诉我们 死海 这篇文章不叫做死海 叫做死海不死 其实他要探讨的主题 就是要让我们去反思 到底死海死还是不死 来 我们来看看 第一 有人说死海死了 是什么原因呢 老师 我来回答 老师 我来回答 来 你说 因为里头没有鱼虾水草 对啊 盈盈说得好 没有鱼没有虾 好像死的叫死海 可是我们也看到死海不死 是什么原因呢 老师 我来试一试 来 贾萱你说 因为不会游泳也不会被淹死 对啊 这就是你们要去那边 不会死 大家都怕不会游泳的 然后还有什么补充呢 老师 我补充 文静你说 因为这里已经活过来了 现在已经变成旅游圣地了 对啊 这地方已经变成了旅游圣地 好多人不死了 但是未来的死海会不会死 我们还未可知 老师就放了一个问号 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 其实死海在面对很大的危机 然后我从科学的这些文章里面看到 它的这个叶旦河由于大量的开发 所以叶旦河的水都被以色列 巴勒斯坦或者叶旦用来做灌溉 农业之用 所以我们看到输入到死海的海水变少了 所以以致每一年海水的下降 有40到50厘米这么多 然后南部比较浅 据说如果会继续的消失 南部的这个池就不见了 然后也预测数百年过后 这个地方有一天 死海真的是会变干涸了 多么的可惜 你们听了有什么感想呢 同学们 我听看到欣盈要说话 欣盈请你说 欣盈你说 死海真的要死 对 死海真的要死 这篇文章最后的一个句子 刘斌就用了 那时候死海真的是要死 为什么要死呢 其实它的命运就掌握在人的手中 所以死海到底未来怎么样 就交给人类了 对不对 也带出了一个环保玉学 不过我从一些科学里面看到 三个国家 其实他们都在做抢救的工作 这是令人很欣慰的 好了 今天我们还没有在结束之前 我们来复习一下 老师教这篇的说明文 死海不死 我有谈到这是在介绍死海 里面特别用了三个要素 这时候同学们要思考一下 好不好 来 第一个 里面请问这篇文章 有没有做到内容颜密性呢 同学们 老师就考一考你们 老师 我来试试回答好吗 好 来 柔一你说 有做到内容颜密性 全篇的内容都紧扣着主题死海来写 对 没有其不重要的内容 对 柔一说得很好 他很严密性的 完全谈到的就是死海 很好 再来 第二个要素讲到说明有调理性 请问同学们 你从哪一点看到 他有没有调理性呢 老师 我来试一试 来 瑞欣你说 全篇的内容都有调有理的去说明 而这篇分为死海的特性 成因还有现在与未来的死海 让我们容易明白 对 非常有调理的就是有谈到特征 成因还有变迁 现在以及未来 都说得很好了 同学们很棒 来 最后的一题 然后语言有没有用到准确性呢 然后语言有没有用到准确性呢 来 需要尝试一下 那时候你们也知道什么叫缘分 有养化钙 养化钙 对 养化钙等等 真的不一样 这就是语言的准确性 还有一些的数字 所以这篇流冰的死海不死 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说明文 然后也让我们一目了然的认识了死海 好 就把时间交给威威 对 老师 这篇文章真的很特别 因为它除了是一篇 能够让我们掌握语言能力的一篇文章 它也有大约一些科学的常识 还包括说地理的常识 比如说这个死海的位置是在哪里 我觉得非常的丰富 好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让老师继续跟我们上课 休息一下 你把我们打除完 一开始先前后 一开始成功 大家说人公说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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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运用了很多种说明方法 究竟是哪几种呢 我们请张老师跟我们解说 好 谢谢VY 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特别谈到三大的要素 内容 严密性 说明条理性 还有语言 准确性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文章的特色 他也运用了多种的说明方式 我们来看看 同学们 他里面用到的就是科学知识 让我们增加的知识 同学们想问你们有增加到什么样的知识呢 来 科学 老师 我来回答好吗 来 你说 佳萱 这性啊 因为海里的缘分高 因此鱼虾还有所有的死海里存活 对 我们学到的这个知识性太咸了 所以这些鱼虾都不能够存活叫死海了 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死海的一些奇异的现象 那这也让我们科普了 让我们学到一些科学的知识 同学们 请问你有学到什么样科学的知识吗 老师 我来回答 来 文静你说 文章里头举例出很多科学的原理 比如死海因为盐分太高所以密度很大 造成人可以轻易浮在水面上 非常好 你们都把这重点的科学的原理记在脑袋了 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老师做我的实验 就读了克文之后来看做实验 所以你先试一试鸡蛋 对 印象深刻 谁记得 接下来我们还看看里面还有一些神奇的传说 然后这增加了一些的趣味性 我们看到哪一个故事让你很难忘呢 老师 我想试试 来 欣云 你说 文章里头引用了传说与神话 我对那段罗马统帅将俘虏跨进死海 都让他们牵死 结果他们都不服在水面上 罗马统帅都不知道原因 他以为有神明帮助 这段故事 这段故事令人很难忘 这就是没有科学知识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这篇文章 基本上同学们都掌握到知识性 科学性 也能够了解他的传说 好了 这时候我们来进入一个环节 来考考学生到底这篇文章 让你掌握了多少 好 老师准备了几个题目 来 我们大家来看 他都把第一个题目 我们来看看 同学们 你们当中有谁能够说出 死海得名的原因呢 对 为什么叫死海 对吧 来 学校尝试回答 老师 我来试一试 好 柔宜你说 因为海水里没有鱼虾水草 甚至海边也完全没有草或植物 我记得柔宜刚才说死气沉沉 对 然后里面没有东西 你的答案非常好 好了 我们来看第二题 那第二题说 我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人可以在死海里面自然地浮了起来 来 同学们 谁要回答 老师 我来试一试 好 你说 因为死海的盐分很高 占了海水的百分之二十三至二十五 所以海水的密度大于人体 因此人就可以自然地浮起来 瑞兴用的这个科学的数据 这个海水占了 这个盐分占了二十三到二十五 密度大于人体的密度 所以这个答案老师很满意 很满意 这是科学的角度 对 并不是什么海怪是吧 对 不是海怪拖起来 对 来 我们再看第三题 好 文中里面也引用了一些传说 来说明事理 同学们 这有何作用呢 对 同学们 谁要试一试 来 柔依依你说 我来回答 尹依依你说 尹依 好 来 文章中引用传说 主要是为了让内容更加生动有趣 才可以吸引读者阅读的兴趣 也增加了读者对死海的神秘感 对 尹依的答案非常好 我们看到真的把特征说明的形象更神奇 整篇文章有趣了 特别是那个故事 对不对 对 增加了读者的兴趣 来 我们来到第四题 这一题比较特别 有两个部分 我们来诠释以下句子中的死字 A 死海不死 有哪一位同学能够诠识这个死海不死 为什么称为死海呢 佳萱 有事我来回答 你说 死只没有生物草木和鱼虾 对 所以叫做死海 那么B 那时死海真的要死了 这里的死又是指什么呢 消失了 消失了 对 消失了 老师 同学们怎么说 来 文章你说 是指的死 指意义上的死亡 意思是说 死海将干涸 甚至慢慢消失 对 死海跟人不一样 人呢 性命结束就死了 死海呢 当这个里面的这个湖里面的水都没有了 干涸了 它真的是要死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是一题高思维的题目 要同学们动动脑筋 因为文章里面是没有答案的 来 我们来看 怎么样才能够让死海不死呢 请提出你拯救死海的方法好吗 哪一位同学要尝试回答 是 老师 我想试试 来 欣盈 你说来说 欣盈 你说来说 我认为 首先大家要有环保的意志 大家要有挽救的意愿 欣盈提得很好 大家要有挽救的意愿 那么还有什么更具体的方法来拯救死海呢 欣盈 你要说吗 可以 你说 人们可以通过喝水的方式来拯救死海 就是引进其他地方的海水进来 对 然后老师也从一些的文章里面看到 其实以色列巴勒斯坦 他们都将这个地中海的海水 还有附近的红海的海水引进来 然后也希望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它是不会死的 至少有很多的这些的水 让我们可以在那边享受这个日光浴 好 同学们 五题的答案你们都答得很好 好 看起来我们应该 老师应该有任务 也能够带你们去旅行 开心吗 微微你也有份 真的好 好 要去哪儿呢 老师 当然 今天这是一篇的科学 老师留了一个新的任务给同学们去完成 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图片 这是一个地方在加拿大新布瑞克的磁力山庄 为什么称为磁力山庄 老师今天解释 比如这是一部的车子 然后在斜坡上 车子自然是会向下流 对 对 对吗 因为有地心引力 但是这地方非常特别 它的车不只会不会向下流 还会慢慢向后退 好神奇 好神奇 好像石海这样神奇呢 好 同学们 我把这个任务留给你们 去科普 去找一找 到底是什么原因 好吗 好 老师今天的任务几乎就完成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带你们一起去旅行 不过还没有出发之前呢 在电视机旁 同学们要注意 今天老师所教的这些的资料 影片还有这些资料 都可以在我们教育部的叫做Sumbergoo 在里面可以找到 所以同学们希望你们喜欢 今天老师所教你们的这一堂课 是 谢谢老师 对 这所有的资料呢 能够在教育部的一个网站Sumbergoo那一边 找得到的 里面有很多的练习题 可以让你们去做的 掌握更多一点的知识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张老师今天带我们去旅行 然后也谢谢六位同学们 今天来到线上 跟我们全马的观众 一起来上这一堂课 感谢收看 我们有机会再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再见 大家好 我是爱丽丝 在大哈中学就读中二 学习多种语言 对我们只有好处 不会有坏处 我很开心 自己除了学会国语及英语之外 还学会了华语 因为我可以通过华语 来学习和了解华人的优良文化传统 也可以在未来长大后 找工作时会有更多的机会 真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呢 所以我会好好地珍惜 学习华语的机会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丽丝丝 我在大哈中学就读中二 我对自己会讲华语感到很开心很骄傲 因为我可以和很多人交朋友 在小学学华语不是很难 因为很多科目都用华语 但是上个中学 华文只有一课文章也比较长 甚至心词很多 要学华语真的很难 但是我的老师不断地鼓励我 要我继续慢慢地读 所以我也会继续慢慢地学 因为我知道 多会一种语言只有好处 不会有坏处的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查菲拉 我在三美兰州立明记 达哈中学读中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查菲拉 我在三美兰州立明记 达哈中学读中二 我们是两姐妹 我们是土著 也是马来西亚人 来自高峰奥拉 学习南巴当马克 从小 父母就把我送到华小读书 我今年16岁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我感到自豪 因为能学习到多种语言和各种文化 这让我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并且在学习上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我也很开心 能多学一种语言 会将华语给我很多的帮助 比如在妈妈上街买东西吃 我可以帮妈妈问问老板 借钱东西等等 真的是很方便的 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学华语 谢谢 市场程序 屏西挞 市场 市场